凤凰每周快讯友 麦当劳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总统拜登11号出席在埃及举办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地约防大会 他指出在俄乌冲突不息 能源粮食危机加剧 全球通胀飙升的背景下 各国急需加倍旅行气候承诺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总统拜登10号起程前往埃及 参加正在那里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防大会 拜登周五在大会上发表主持讲话 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 更加坚定应对全球变暖的决心 并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已让世界摆脱化石燃料的必要性更加紧迫 拜登指出气候危机关乎人类安全 经济安全 环境安全 国家安全以及地球的生命 而当前地球的生命正处于危机关头 并承诺美国将如预期 在2030年前将碳排放量降至低于2005年碳排放量 50%至52%的水准 离开埃及后 拜登将对柬埔寨进行访问 再前往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美国中期选举结束 根据多个媒体数据统计 民主共和两党在参议院选情竞争激烈 而共和党在众议院则有较明显的优势 在100个参议院席位中 民主党暂得48席 共和党暂得49席 关键州份佐治亚州要在12月6号 举行第二轮投票分出胜负 而众议院改选的全部435个席位中 民主党人暂得198席 共和党人暂得211席 距离重掌众议院警察7席 美国中期选举部分州份尚未有最终的结果 其中联邦参议院选举 共和党需要再多至少两个议席 才能拿下控制权 全国的目光都放在内华达和亚里桑那州 由于亚里桑那州绝大多数的选票 都是通过邮件投计 许多人直到最后一刻才投计选票 因而拖延的计票工作 多年来一直在当地选举中上演 目前两党在亚里桑那州的差距正在缩小 截至10号上午 民主党人在参议院州长 州务卿和州检察长的竞选中 暂时领先共和党 而在内华达州 也因计票速度缓慢而被批评 目前民主共和两党处于胶着状态 前总统特朗普据传将卷土重来 决逐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0号的消息 特朗普已确认将在15号做出特别宣布 CNN报道还称 美国联邦法官米德尔布鲁克斯10号下令制裁特朗普律师团 特朗普律师团早前起诉前国务卿希拉里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等 密谋破坏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遭联邦法院推翻 法官称特朗普律师团明知霍林之道是虚假指控 却仍向法院提起这场愚蠢的诉讼 判处特朗普律师团缴交罚款5万美元 并赔偿其中一名被告律师费 据洛杉矶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 由于非法越境人数已上升到一个财政年度 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上任还不到一年的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 马格努斯已被要求辞职 当前正值国安部官员们处理来自 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 移民数量激增的关键时刻 预计此举将是国土安全部 进行更大规模改组的一部分 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30号的财政年度中 移民拦截数量为238万次 比上年增长37% 年度总拦截数量在8月首次超过200万 是特朗普任期内最高水平的两倍多 周五马格努斯在洛杉矶时报的一份声明中证实 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要求他下台或被解雇 但他表示自己不会辞职 欢迎回来 热带风暴尼克在离开佛罗里达州后 周五给从乔治亚到纽约州的广大地区带来强江雨 并可能在新英格兰北部引发山洪爆发和城市洪水 国家气象局称尼克于周五横扫乔治亚州 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35英里 风暴中心将于周五上午穿过乔治亚州中部和北部 并于当天的晚些时候穿过卡莱罗那西部 北卡和南卡以及维吉尼亚州 目前都处于龙卷风的预警之下 根据预报 尼克的残余将于周五晚些时候抵达纽约 预计天气将变得更加恶劣 沿海地区的阵风可能达到每小时50英里 内陆地区达到每小时45英里 并伴有暴雨 预计广大地区的降雨量将达到1到2英寸 部分地区达到3英寸 还有龙卷风、山洪或风灾的可能 机构中心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 两种新的奥密克戎亚变种 已经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 再度引发冬季新冠感染激增的担忧 这两种被称为BQ1和BQ1.1的奥密克戎亚型 目前已经取代了自惊吓以来 在美国占主导的BA5 并已被证明能逃避疫苗接种 和先前感染所产生的免疫 最近几周BQ1和BQ1.1在美迅速蔓延 疾控中心估计目前约占全美新增感染人数的44% 而在纽约和新泽西等地感染率甚至接近60% 最近的实验室研究表明 病毒刺突蛋白的新突变 似乎使BQ1和BQ1.1比BQ5的免疫逃避能力高出7倍 但大多数专家认为这两种病毒所造成的感染高峰 不会比前两波冬季疫情更加严重 同时敦促人们接种新版加强剂 由于洛杉矶地区新冠感染率和住院率继续上升 卫生当局警告说两种新型的变种病毒 或导致秋冬季病例激增 洛杉矶公共卫生局局长费勒尔指出 当地上周平均每天新增1300例病例 高于前一周的1000例 而自11月初以来 日均病例数一直在缓慢但稳定地增加 费勒尔还指出感染率也在上升 上周平均每周每10万居民中有86例病例 高于两周前的每10万居民中的65例 费勒尔表示近期发现的两种奥密克戎亚变种BQ1和BQ1.1 开始在当地更快地传播 约占所有新增感染病例的17% 而这一比例是10月中旬的2倍多 近期儿童感染呼吸道荷包病毒的病例在全美激增 多地的儿童医院病床位接近饱和 密西根州一家儿科医院报告说 在今年的流行季已有259名儿童因感染入院治疗 比去年同期激增了46% 目前该医院的住院人数已经处于满员状态 再加上提早到来的流感季以及冬季将迎来的新一轮 新冠高峰期为医疗系统带来更大压力 根据疾控中心的数据 全国每周呼吸道荷包病毒感染病例 已从截至10月1号当周的5872例 上升至截至11月5号当周的8597例 尽管这一病毒的致死率较低 但每年人有约100到500名儿童因感染而死亡 包括密西根州和弗吉尼亚州在内的州份 今年已经报告了相关儿童的死亡事件 在10月份通胀数据降温导致债券收益率下降后 抵押贷款利率创下单日最大跌幅 据房贷每日新闻的报道 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 周四从7.22%暴跌60个基点至6.62% 这与新冠疫情初期房贷创记录的跌幅持平 然而房贷利率仍然是今年年初时水平的两倍多 报道指出虽然这是迄今为止利率已经上涨见顶的最佳论据 但需要下月的CPI数据继续降温 同时联储会承认通胀有所缓解 才能进一步证实这一结论 有分析师认为由于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市场 仍存在大量经济不确定性 因此目前的利率还没有脱离险境 并且也不太可能大幅走低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我是小狮 感谢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